胖子都是潜力骨 可不是一句玩笑话哦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胖姑娘逆袭成功 狂虐渣男的励志爱情剧 和平公主减肥剂 和平是一个三百斤的大胖子 别看人家胖哈 人家可是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公主呢 因为从小失去了母爱 老皇帝觉得会对这个幼女 所以是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和平最大的爱好就是吃吃吃 她爱美食胜过于一切 老皇帝就把世间最好的食物 拿来给她吃 不知不觉间 和平的体重随着年龄的增长 也在一天天的增长 就连洗澡都能水满金山啊 老皇帝临死前还叮嘱皇子 要好好善待自己的妹妹 一定不能饿着她 新皇继位牢记父亲的遗言 对于妹妹的爱 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她命令御厨 每日做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 只为满足妹妹爱吃的天性 不曾想 就把一个小可爱 吃成了三百多斤的大胖子 因此在平日里出了不少的洋相 下人们当面不提和平的身材 私底下却无不调侃 体重三百二 屁股占一半 活脱脱一个霉气罐成精了呀 谁娶了她 那就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尽管如此 和平仍旧 该吃吃 该喝喝 一日 天气晴朗 和平便在后花园里散步 她看到了树上 有只受伤的鸟 善良的和平 便爬上树枝 去救小娘 可是她纤细的树枝 如何能驾驭她的吨位呢 就在和平即将摔下来的时候 正巧被路过的白家少爷救下了 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 和平的心就有如小鹿乱撞 泛红的脸颊 煞是可爱 确认过眼神 是我想嫁的人 和平得知对方 是武将白家次子 白木珍 当晚就辗转反侧 也不能寐 心里满是白木珍的影子 皇帝疑惑地看着 茶饭不思的妹妹 得知 春心荡漾的妹妹 有了喜欢的人 便下了一道旨意 把白木珍赐给了和平 来当驸马 洞房花竹叶 和平自是喜上眉梢 新郎白木珍 却生无可恋地 借酒消愁 良辰美景中 新郎却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得知此事的皇帝 勃然大怒 要砍了白木珍的头 和平对白木珍用情置身 便舍身相救 欺骗皇帝 说是自己太过高兴 喝醉了酒 才没能远方 此后 和平处处讨好白木珍 努力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妻子 可是这个渣男 不懂得感恩 也不为所动 不仅刻意躲着和平 还私底下勾搭了丫鬟 丹红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和平在后花园里散步 却看到了自己的夫君 竟和丹红私会 愤怒中的和平 把丹红关进了柴房 没想到 小三还蹬鼻子上脸 不知廉耻地说 就算是自己死了 白木珍也不会爱上 他这个死肥婆的 心灰意冷的和平 被丹红的话 伤得体无完肤 一病不起 皇帝心疼妹妹 便下令处死白木珍 和平却说 要等他爱上自己以后 再亲手杀了他 于是他下定决心 通过减肥 来报复这个父性汉 兄长看到不吃不喝的和平 很是心疼 就托人找来瘦身专家 阿阴老师 阿阴给和平制定了 魔鬼训练计划 从此和平便离开皇宫 开始了长达数月的 慢慢减肥路 想要瘦 就得管住嘴 买开腿 阿阴给和平制定了 短期目标 首先从控制饮食开始 失去美食的和平 那可是生不如死 日复一日的简单训练 和平的体重一动不动 原来他晚上偷偷溜进厨房偷吃 知道真相的阿阴 开始惩罚他身边的侍女 善良的和平 不忍连累下人 便决心一定要管住嘴 让自己瘦下来 接下来便是 迈开腿的高强度体能训练 不仅要跑步 瑜伽 平板撑 还要洗衣 扫地 擦地板 经过每天的陪练 阿阴被眼前这个 坚韧善良的女孩吸引了 看着日进消瘦的和平 阿阴决定 助他一臂之力 使出毕生所学 移花接木幻影树 让和平的食物上 爬满了小虫子 没了胃口的和平 体重急速下降 终于成功逆袭 未来成为白富美 再次出现时 众人都惊呆了 白木珍更是一脸痴迷地望着和平 此时的和平满心只想报复 他安排白木珍去清理马眷 和阿阴打情骂俏 还不允许他碰自己 气急之下的白木珍 便说自己爱的是丹红 这天皇帝爱妃把驸马偷情侍女一事 当作笑话来讲 皇帝听完便一看究竟 恰好看见衣冠不整的两人 皇帝大怒 决定处死白木珍和丹红 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即使自己的丈夫出轨 和平也不忍心置他于死地 他背着皇帝 私下派人放走了白木珍和丹红 还给了他们很多金银珠宝和一封书信 皇帝知道实情后 龙颜大怒赶走了和平 从此以后和平便随着阿音来到了民间 白木珍得知和平 把他抹清的遗物给了自己 心生愧疚打算还回去 财迷心窍的丹红 心生歹念刺伤了白木珍 带着所有的财物逃跑 此时的白木珍才幡然醒悟 决定回去向和平请罪 求得原谅 返回的途中 看到和平和阿音有说有笑 白木珍决定默默离开 却被敏锐的阿音发现了 阿音知道和平的心里 还是有白木珍的 便告诉他 白木珍现在的处境 之后和平便来到了白木珍的住处 两人互诉钟情 在破烂的茅房里 重归于好 不久之后 还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宝宝 可是生完孩子的和平 身材又被打回了原形 经历了此番周折 白木珍眼里却只有和平 他不再以貌取人 毕竟美丽的外表 远不及一颗有趣的灵魂 两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影片到这 也就结束了 最后祝愿大家都可以 一夜暴富 不劳而获 适合玩乐 日渐消瘦 如果不能呢 做个开心的胖子 也很好啊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 别忘记了关注评论哦